大家好呀我是老叶 今天呢是4月13号了 昨天晚上我这边来了好多好多的车子 这边全部都停满了 就是在我吃饭和吃饭之后嘛 就是都是来到这边夜调的 好多 然后晚上的话大概2点多吧 他们都上来了 全部在这边开车门啊 有说有笑的 所以呢我昨天晚上又没怎么睡好 今天呢我打算就离开这里了 收拾一下东西前往云南了 好了现在该收拾一下东西了 前往云南了 这两个人从昨天晚上的6点多开始钓吧 现在是早上时间的快要8点钟了 他们还在那边钓 刚刚还看到他们拉了一条很大的雨上来了 太羡慕了 穿上新买的护具 又收拾了一个多小时吧 总算收拾好了 这次啊就是钓鱼的很多很多的材料都消耗掉了 所以体积相对来说减少了一点吧 然后呢这条凳子也坏掉了不要了 刚刚跟那个钓场的那个老板说了 他说他拿去修一下 好了那么我也该出发了 前往云南 太阳已经起来了 发布了 快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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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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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三羊肉 来看羊肉饭 大碗大碗大碗 你的蛋有吗 那个煎好的蛋有吗 那来两个 倒在这个上面就好了 倒在上面 羊肉粉加羊杂 两个煎蛋 非常鲜美啊 吃了碗羊肉粉 再买瓶咖啡 提一下瓶 头一次啊 吃那个羊肉粉是吃饱的 这家味道真的超赞 21块钱 好 好 好 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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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再到贵州来 就在前面吧 应该马上就是云南了 您已进入云南省 休息一下就是那块借杯了 有点激动哦 时隔两年又来到云南了 就是这个地方了 云贵江域 这还是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呢 这个 这个 借杯啊 新意谢借 好了 正式到达云南 离开贵州了 离开贵州了 就是这个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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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正是罗平线线城了 今天的风好大呀 冻的那个虾仁有吗 一斤吧 怎么卖了 那就是二十一斤就好了 行就这个吧 太多太多太多一个人是吃不了的 一斤一斤很多了 三十三是吧 三十三是吧 再装个袋子吧 一斤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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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虾仁 这里呢就是罗平线的县城了 买好了一点菜 然后去弄点水 再去找录音地了 快要三点钟了 太热了 在这个加油站这边打点水啊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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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是罗平线的郊区啊 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农庄吧 但是感觉好像又有人 好像又没人一样 对着这个柴好像是新的 你看这个柴明显是新批的 可能有人的吧 我也不确定有没有人啊 万一就是有人的话 那就比较尴尬了 主要是这边啊 他有个那个水库啊 挺好的 说不定可以钓鱼啊 他的下面也有个棚子 我去看一下吧 这里可能是有人的 这么好的山庄怎么可能会 闲置掉呢 而且那边也装了好多那个空调 哦前面有装那个监控 可能是水库那边监控吧 哎 这个棚子是干嘛的 哇可以可以 哦围住了 我还以为可以钓鱼呢 进不去啊 全部都围住了 这是一个小的水库 哎 这个也可以啊 这是养猪的吗 没有那个味道 看看灯亮不亮啊 哇灯会亮哦 说明这里绝对是有人的 哎那我借宿一晚可以吧应该 我就不把它弄脏 住一晚就走吧 哦 真的也骑不动了 太热太热了 这边我刚刚看了一下你看 那个笼子里面养了一只狼狗哦 那说明这边肯定是有人在这边看管的 你看 之前走过来那个狗还没叫我还不知道 现在是下午时间四点多了 确实有点不上不下了 因为我之前是骑自行车骑过这条路的 前面还有一个露营地的话是一百多公里吧 一百多公里真的有点累了 我今天已经骑了一两百公里了 确实有点累了 没有什么合适的 而且今天风很大呢 在户外也不太好做饭吧 所以我呢先就搭在这里吧 然后等主人来了之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吧 我就注意吧我明天就走吧 就这个地方 帐篷已经搭好了 不过今天经过罗平县的时候 忘了吧 那个凳子买来了 现在只能用这个油桶加这个做一下了 讲究的做一下 然后明天到那个施宗县吧 去看一下鱼具店有没有那个凳子买啊 太阳还是非常猛烈啊 这边应该来了一个钓鱼的 戴了帽子的 刚刚我问问过他我说这里有没有人的 他说他也不知道 可能是来自这边钓鱼的 然后呢把这个毛毯啊 还有睡袋啊什么的 全部都晒一下 太阳能电板两块都拿出来了 这个呢是在罗平县县里买的 33块钱的那个虾仁 一斤啊 一斤啊他这个水化掉之后我估计一斤是不到的 准备弄一个虾仁西南化啊 还有一点其他的配菜啊 这个水化的也差不多了 这次呢我就不把它那个后面那个剥掉了 后面那个那个虾仙啊 就不剥掉了 因为这个剥掉确实太慢太费时间了 就这样直接这样了 然后现在放在太阳底下再让它晒一块儿了 这个冰都还没化 先来弄一下这个配菜 胡萝卜 还有黑木耳 三种配料 然后呢将这个虾仁啊给稍微的腌制一下 刚刚切配菜的时候忘了先腌制一下 加点这个红薯淀粉 这样才会更加的嫩 然后再来点这个黑胡椒汁 代替黑胡椒粉 再来一点这个葱和香菜 这边在里面抓 腌制个十分钟左右吧 加点油 多来点油 然后加入姜蒜还有小米椒 先给它爆炒 先给它爆出香味 然后先加入这个配菜 先给它 要再加上一些油 然后再加上小米椒 再加上小米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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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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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 好 我看了你也有遇到 你很激烈 你很激烈 你也 再把这个葱段放一下 然后再加入灵魂的葱和香菜 好了 这样一道虾仁炒气的话就完成了 奇怪了 我最近选的那个地方都是信号它不是特别理想 然后这个地方电信只有四个信号 在外面那个路边那边是满格的 其实外面那个也有个停车场就是离那个324国道很近很近 忘了买个料子 摁子也忘了吧 今天还是不吃主食啊 这么一大锅完全足够了 其实这个虾仁可以先把它滑熟 盛出备用 这样炒起来味道更香 这样味道也可以 只是这样的话它那个虾仁的味道充分的不会体现出来 当然味道还可以 当然味道还可以 再吃那个米饭 拌鱼蛋 稍微的偏淡一点点 再来一点酱油 其实差不多 确实是差不多了 只是我口味稍微的有点重 这样就刚刚好了 现在呢已经是晚上时间六点多了 我的锅儿漂白全部都洗漱完了 这里啊 后面那个水库是很小很小的一个水库 但是我看到上面有很多鱼在游 就是没有大鱼在游 假如说 我是说假如这边的主人 有可能来这边喂狗 问一下 假如说 我 我跟他说一下 我说 能不能让我在这住个一天两天 我在这走 我准备在这钓个一天两天的鱼 看一下 好了 时候也不早了 我也该剪辑视频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明天再见 如果有喜欢老爷的视频 麻烦你帮忙点个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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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